另外一個二次方程最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行程問題 因為時間乘以速度等於距離 所以整天二次方程都會問到 關於跟距離、時間、速度有關的問題 這裡還有一條,我們看看 它在說 A和B相駕20公里 相駕20公里 這個就是20公里的距離 A和B A就在X那裡 B就在Y那裡 他們就用相同的速度相向而行 即是說 A是向這個方向 B是向這個方向 面對面這樣走 他們會去到某個位置 然後遇到大家 然後呢 B就好像當A沒有到 即是當看不到它 那麼它是速度不變的 即是沒有什麼影響到它 而A呢 它就可能欠B錢 那它看到B之後呢 就急急腳地走路 那麼它的速度呢 就比原先 每個小時呢 就跑快了一公里 那結果呢 結果呢 結果呢 結果B B 它的目的地是X 嘛 B到X的時間呢 就比A去Y的時間 多半個小時 那很正常啦 A看到B之後 然後它跑嘛 那麼它跑 所以 理論上 時間應該是短過B 就這樣 碰走 碰過直接走 的 那所以呢 這個問題呢 就... 接著它就問 B的時速是什麼 OK 那麼 這個問題呢 第一個項目呢 需要解決的呢 第一個難點呢 就是它們 在哪裡遇到 那麼20公里 是一個都幾長的範圍 那麼我們就要找它在哪裡遇到的 那麼我們有的提示呢 我們有的提示呢 就是說相同的速度 相同的速度是什麼呢 就是說 A由這裡出發 A如果過了一個小時 在這裡的話呢 我假設它過了一個小時之後 它走了一公里 那麼呢 B呢 由這裡出發 過了一個小時之後呢 它都是走了一公里的 因為 它們大家的相同速度 那麼 它們同一時間出發的嘛 它們同一時間出發的話 那麼距離 理論上 B到Y的距離 是否跟A到X的距離 是一模一樣呢 那麼 所以 它們相遇那一點呢 就是它們走過的距離 都一模一樣 那麼 那就是 將這個20公里 除以二 所以我們得到的結論呢 就是 它們會在中間相遇 就是 10公里的距離 那麼所以 所以 當它們相遇之後呢 每個人 A 由 我叫中間這一點呢 叫做 T啦 對 那麼 A走完T之後 A去到T 那麼 它還有一段距離呢 就是T去到Y 就是A 它還有這一段要走的 那麼這一段 因為它之前走到10公里嘛 所以它剩下就是10公里 然後B呢 由於已經走到T了 那麼它還有一個TX的距離 那麼TX這個距離呢 都是10公里 那麼就是這樣 那麼 那麼 這個就是 我們對這條題目 的認知了 那麼是時候 就開始 撻一些數目下去了 同樣道理啦 我們 我想大家應該不陌生的了 就是列表了 一開始 由於問題是問B的時速 那麼我們就直接了當 切B的時速是X 然後 大家應該對這個 列表的方式 不會陌生 我們有速度乘以時間 等於距離 OK 那麼呢 B的速度是什麼呢 說過了 因為我們切 B的時速是X 那就是X 然後剛剛那個圖 畫了 他們每個人 各自 只剩下10公里路 只剩下10公里路 要走 這個是計算剩下的那些 就是他們相遇之後剩下的那些 他們每個人各自有10公里路 剩下的那些 B呢 所需的時間 所需的時間 由於它的速度不變 對嗎 相遇之後 速度不變 那就是它 都會用X這個速度 去走剩下的那些 10公里路 聽清楚 所以它靜低所需要的時間 就是 10 over X 然後我們又到A 靜低這兩格 A是什麼 A的速度 因為它 在相遇之後 因為它 這部分一直都是說相遇之後 我 寫得清楚一點 這個是 相 相 於 之後 會發生的事 相遇之後 A 被原本跑快了1公里 他們原本是相同的速度 B 在走X A 比原本跑快1公里 那就是 X加1 很明顯 很明顯 接著 它的時間 它 turn out的時間 由於 它 之前 在遇到大家之前 大家所用的時間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 剪掉它 我們直接比較後面的部分 A 所需要的時間 是 比B 少半個小時 那 B 是用這個 10 X的時間 A 比它少半個小時 B B 比A 多 就是A比B 少 少半個小時 那就減0.5 這樣 這個數目 很簡單 那麼我們就有 一塊東西 乘第二塊東西 等於10 那如果我們 又是 慣例 如果我們 收拾錯了個B 那是計不到的 計到一條恆等式出來的 那收拾A 我們就會有 兩塊東西 相乘 這個就是x加1 一個就是 10 over x 減5 那有了這條恆之後 那就 手板眼見功夫 下一步 我們就列回 剛剛的那條恆 這次 手多多 要自己寫 剛剛的那條恆呢 是x加1 40 over x 減0.5 等於10 那兩邊乘開它 x 乘以10over x 就得10 x減0.5 就負0.5 x 然後加10over x 減0.5 等於10 我們兩邊都各自有個10 約完之後 由手邊 變成什麼都沒有 就是0了 接著 我們兩邊各自乘以一個x 就會有-0.5x的二次方 加10 加10 減0.5x 等於0 然後呢 我們 踢走這個-0.5 那就整條恆成以-2 總之踢走這個0.5 又或者 除呢 整條恆除-0.5都可以 所以呢 我們有 最終 那條靚仔的那條色呢 就是 x的二次方 加x 減20 等於0 那既然是x的二次方 加x減20 等於0的話呢 然後我們又用 靠叉雙成法呢 分解出來 我們就會有 x 減4 x 加5 等於0 那所以 我們算出來呢 x 的第一個解是4 x的第二個解是-5 那 然後呢 由於呢 我們一直都是 這個x 切這個x 是一個時速 那 時速呢 就不會有一個負數的 所以呢 對於這個負數的答案呢 我們 就會 reject了它 又或者不合啊 寫去啊 中文就可以寫中文啦 那所以我們算到呢 B的時速呢 是4啦 然後 答回答案 整條式呢 就做完了 我們算是4 1 2 5 5 2 5 6 7 5